释迦牟尼佛 为我们介绍西方净土 那我们在这里 看到了 听到了 那就应该 毫无怀疑 一心 愿身净土 那 深净土 圆满 复得 智慧 不为自己 为谁 为仆度 奢奉三十 一切刹徒里面 苦难众生 为这个 不为别的 我们跟阿弥陀佛 同心同德 跟释迦牟尼佛 同心同德 要正感 没有怀疑 没有忧虑 全心 全意 去做 一定成功 一定成功 为什么 我们跟佛有感应 佛会帮助我们 佛给我们安排的道路 不要为自己 不要为自己作用 这早年张家大师教我的 一定听佛安排 自自自然而言之后 自自然而就是听佛安排 无论 静愿 是善 还是我 通通通都是提醒我们自己的境界 提升自己 提升 附会 逆经 没有怨恨 顺经 善语 没有留念 在这个里面 断 贪嗔痴慢 从境界上断 瞬间断贪心 断傲慢 逆经里头断成会 断鱼痴 境界上断 是正断 就是 把佛法 落实在生活 落实在工作 落实在待人节物 那就是我们修行这道场 生活 能过得去就快乐 一 穿得暖就行了 食 吃得饱就可以了 没有好坏之分 居住 有个小房屋 可以这笔风雨 多快乐 多自在 每天的充实 是否会增长 烦恼 业障 自然 化解了 没有了 有缘 全心全力 帮助苦难众生 我们去引导它 是用教学 是用伦理 用道德 用英国 用古生 清闲的教会 是引导它 那引导自己 也引导别人 是用修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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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用修行的